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感受到了 因为呢 现在传出来 马总统呢 已经透过了国民党的秘书长曾永泉来下例 未来呢 在这国民党的党团呢 要成立所谓的PK小组 也就是在立法院的时候呢 要来协助各地的候选人做议题的攻防 而首波攻击的重点就是要锁定 柯文哲MG149的账户争议 而且我们昨天也讨论到了 这国民党团的书记长费洪泰 在昨天咨询审计部的时候呢 就要求审计部来 诉查台大的402 以及MG149的账户 并且还与戴这个呃呛呦的说 一日不收集相关的资料化 审计部你的预算就没有 过关的时候 好我们可以让那个立委 可以这么大喇喇的用预算 来威胁行政单位 就范吗 而另外一方面其实国民党团 也已经证实了 在礼拜一的时候 财政教育联席委员会 将会找来台大的院长来说明 MG149的账户的使用情况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是要拖台大来下水 逼台大来表态吗 而党机器全面动起来 难道就只为了一个柯文哲吗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检调似乎也扩大侦办了 因为检调呢 昨天是以证人身份 来传唤台大的护理师 兼叶克摩的组长蔡壁如 另外一个人 他的身份 跟他的角色就相当的重要了 他是台大的医务秘书刘如毅 就是外界所称的账房 而昨天呢 刘如意识共称说 MG149的账户是由他来核销的没错 不过呢 一切都是映照规定 并没有违法 但是今天检调的说法并不是如此哦 因为检调说 MG149的账户 曾收过国科会补助案的经费 其中柯文哲多年前执行的 国科会三项的研究计划 就有11万元涉嫌开立发票不实 但大家还记得当初这个罗书磊 在指控这件案子的时候 是说柯文哲涉嫌贪污洗钱逃漏税 不过呢 这个检调似乎发现 这三项罪名在这里面似乎都不成立 似乎现在是要转一个方向 要用诈欺以及未照文书来侦办 好 我们看到除了党机器呢 以及现在检调系统 蓝营现在似乎是清朝而出 就是要在未来的景天办到柯文哲吗 而在讨论之前 先带领听听相关的说法 我也感谢党团 现在才发现到说MG149有问题 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发现有问题 现在慢慢慢慢 我说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越变越明 那慢慢慢慢 大家就越来越了解MG149有问题 那当然党团的加入力量更大 我们跟台北市立法委员 本来就有充分的合作 我们跟议员还有立委 大概都是保持着密切紧密的合作 然后说PK想必须要针对柯文哲的MG149 我想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们全台湾都在选 所以可能我猜 大概全台湾各地都会有些议题 我们跟中央有关的 大概立法委员这边都会关切 在西方国家 没有再怎么也蛮 也不会攻击教堂和议院 国民党应该要停手了 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可以这样 怎么会开始打台大院 太离谱了 实在是太扯了 来来 你看罗斯蕾刚刚柯文哲讲话 两边现在都打团体战了 柯文哲的战略非常清楚嘛 就是 我现在就是跟台大就是绑在一起的 你在怎么野蛮 在西方国家怎么野蛮 也不能去打这个台大院嘛 他现在讲 不只救过林胜文 连金普冲我都救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台大院了 这是一个战术上很清楚的 那相对啦 罗斯蕾这边 以前都单打独斗 现在是整个府院党都已经出动了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以前是罗斯蕾一个人上去打五拳 打得看起来民调没有影响啊 像是一堆人进来 同时一个人打五拳 这个乱拳这样打下去 柯文哲是不是会被打倒吗 还是反而被打出一个金钟罩出来了 我看到的画面是一只乌贼一直在喷墨水 结果发现喷了半天海水还是清澈的 所以现在来了一群乌贼要一起喷墨水 看能不能把海水搞黑 那海水很大 那看你乌贼多还是海水多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清楚 我先讲立法院的部分 这个案子现在司法在调查 北检在侦办 请问你国会要查什么 你国会要查什么 如果最后国会查出来 结果跟北检查出来结果不一样 那我们要听谁的 司法权不是我们国家最后的一个 这个价值判断的防线吗 那国会要不要干脆组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好了 那如果要查的话我也同意啦 你就把402底下400个账户全部一起查 不要只查MG149 你只查MG149就证明说 你这个是选举操作 你是冲着柯文哲来的嘛 那如果说你们今天真的道德标准这么高 认为这个事情不容许它再发生 那就把400个账户通通调出来查嘛 我同意啊 那查出来如果大家都有问题 该法办就法办嘛 我觉得今天要在搞一个乌贼战 就是说 今天苹果日报写的那个新闻 其实那不是MG149 那个是国科会去年在查 包括有700个大学的教授 因为他们申请的研究费 那有些可能是 也不要说假发票 就是发票核销的项目 跟他真正使用的项目并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 我觉得你去问一下 做过国科会研究的大学教授 或是有做过研究的大学教授 有些时候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因为你预估的经费突然增加不够 那只好拿别的发票来核销 我关注 现在是今天最高检讨论的时候 这个到底可能没有贪污 可是也没有可能是 那是因为当时的检调是用贪污来办 结果后来到最高法院认为说 大学教授不是公务员 所以贪污是办不成的 所以最高检才转个方向 说用诈气或伪造文书来办 那我个人我认为 我个人画下红线是 这些大学教授 如果说没有把研究经费 放到自己口袋里面 拿回家买电视机买电冰箱 一样用在研究 但是核销的发票不一样 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就跟马英九特别费一样 最后是余文倒霉 那在那个案子 国客会那个补助经费里面 柯文哲的身份叫证人 刘如意是被告 那今天这个整个新闻的操作 好像柯文哲快要变成被告了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子 我觉得第一点 这个观众朋友要把它搞清楚 再来罗淑雷刚才讲说 一开始他发现MG149有问题 现在大家终于发现了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 你有没有办法证明 柯文哲把公款失用 这个是关键 不管是诈气也好 伪造文术也好 有没有公款失用 这个才是关键 连最高检今天做成的共同见解 都告诉检察官说 如果没有公款失用 那检察官你可以一直选还起诉 或不起诉 如果有公款失用 才用伪造文书 或是用诈气来论罪 所以公款失用是一个红线 我想大多数人应该会同意 我这个观点 就是公款有没有失用 如果公款还是公用的话 我不觉得他的问题有多大 也许会计项目会不符合 这个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再来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这很早以前 一届人就跟我讲说 类似像台大这种402专户 他是怎么来的 跟我讲的人说 你能不讲就不要讲 因为讲会连累很多医院 为什么有402专户 那我来 我今天我就告诉大家 在一些医院里面 其实早在二三十年前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今天比如说假设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是这个外科 我要用你这个厂商的机器 我要用你这个药厂的药 那很简单 以前通常院方会要求 厂商或药商做一些不乐之捐 什么叫不乐之捐 你敢不捐吗 你不捐我不用你的机器 我不用你的药 那这个陋习 其实长久以来 普遍存在很多的医院里面 那有些比较不孝的医生 或是主任级的医生 他会把厂商捐很直接 放自己口袋里 变成外宽 那后来台大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干脆好 我们弄一个402专户 通通要捐 通通捐到这个账户里面来 然后由台大的会计 跟出纳系统来管理 这两天审计长林庆龙 其实在立法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是台大 透过台大的会计系统 在集合的 402专户是这样来的 那在402专户底下 有400个 类似MG149这样的账户 那你说 只有MG149会有问题 假设国民党 今天是这样认为的话 那通通 大家通通拿出来查 我相信查下去的话 可能现在很多 担任任高位的人 搞不好都躲不过 那再来 国民党现在打这一场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他在增加意图 增加柯文哲的不喜好度 就是选民对柯文哲的不喜好度 因为这样打下去 大家会觉得说 原来你也没有比连胜文好到哪里 就是典型的乌贼战 反正我已经是黑的 但是我在选前没办法变成白色 那我只好把你也搞成黑的嘛 然后告诉选民 你看两个一样黑哦 那你选看哪一个比较不黑嘛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从2000年的新票案 到2012年的宇昌案 到现在MG149 我觉得这个边际效应是递减 因为台湾的选民 其实越来越聪明 就像马英九 从2008年上任之来 一直在操作陈水扁 所以陈水扁有个外号叫扁维拉 最佳救援投手 每次出状况 就陈水扁上场救援 可是现在还有在操作吗 因为不是他不想操作 是因为他发现操作已经没用了 因为选民已经不吃这一套了 我也觉得MG149案子 除非你们能够查到确切的证据 如果你查不到继续这样搞下去 我觉得到最后会伤到连胜文 甚至伤到国民党自己 因为你用污贼在一直在喷嘛 来来来 我们是法治社会啦 最主要是看证据 今天比较新的发展是什么 昨天为什么约谈的刘主义 大家以为说是单纯只是MG149 今天只有照苹果批诺的信是什么 检察官是说什么 去年国科会那个案子 现在跟以前没有用 流到哪边去了 也不能流进149了 大家记得这个案子吗 去年柯文哲被检掉约谈的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委屈到哭嘛 气到哭嘛 那现在这个案子 如果跟今年的MG149 又揪在一起 今天最高检要讲了 有没有诈欺的这个问题 伪造文书 如果有的话是会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 同时要注意哦 法治之外社会观感 像很多人都在讲说什么 会不会打得太凶了 同情票会不会跑出来 反正有利于柯文哲 如果说打这个案子 会让柯文哲反而得票的话 那柯正营都不用担心嘛 如果刚刚连晃讲的 这样结果人民反而反感 那不用担心 那继续查不是更好吗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立法院 他是为了 因为这件事 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轰动 所以他可能想了解402账号 那就没问题 如果特别去402账号 你们特别挑MG149 那社会的反感 其实会反感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至于 笨到那种地步说 他可能想去了解402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社会上有人想知道 但如果他特别挑MG149 那我觉得这是不太好了 那我觉得说 其实柯文哲刚刚讲的话 我也觉得也是有点 有点情绪 说假设今天立法院 是要了解402有没有问题 那你就这样 叫打台大医院 那救了连胜文 又救了金普中 我是觉得说 他讲这话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做一个医生 不管他是一个敌人 你也要救他 救人本来就你的职制 他就说我救你 我贪污没关系 不能这样子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是由司法来决定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今天连胜文的发言 也不是很恰当 他说有人有问题 然后我还被人家攻了半死 无罪推定就是 虽然他有嫌疑 你不能他就是真的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 柯文哲你要把事情讲清楚 我觉得这没问题 你应该接受严格检验 这都没问题 跟你说你就马上说 他是有问题 就已经判了他的罪 我觉得这是 对候选人不太好 而且连胜文今天讲一句话 我也不太喜欢 他说 我感谢无名英雄 即使有名人救你 你也还要感谢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就是说 只要有人帮助过你 或者救过你 你不能说 那个柯文哲一天讲 我救你 所以我不感谢他 有这样子吗 我觉得 就是胸襟跟格局的问题 其实我真的 我真的看这个选举 这是两个候选 在某种程度 成熟度都有待加强 那讲的话都是 其实都会有点像气话 小孩子在逗来逗去 我觉得 像我自己觉得 如果连胜文真的要赢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去找回 蓝军的感动 各位你知道 蓝军当时为什么在台北市 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其实像那个 我常常讲 中央执政会影响到地方 其实马英九执政不好 好龙兵选举的时候 一开始好像看会输 后来还是赢了 你要找回蓝军的感动 你不能找到人民的感动 那就算了 只要找回蓝军的感动 蓝军为什么 在台北市蓝军 为什么不愿意投民进党 你要好去想想看 虽然今天柯文哲不是民进党 但是柯文哲某种程度 比民进党搞不好还民进党 你知道吗 就联盛文要找到这个关键 如果你一直打MG149 除非你有人证物证 我一直在讲到 如果你没有人证物证 一定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这样打下一个结果 就是一样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我认为说 还是应该找到 赢的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他没有找到赢的关键 不过力宏 其实这个案子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 按照朝理来判断 你其实一开始就一刀毙命了 可是你看 从一开始 这个罗书类指控说 他是贪污洗钱逃漏税 到后来变成 应该是教唆逃漏税 教唆洗钱 然后现在又变成 可能会变成 未造文书啦 诈欺啦 难免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不是查不到证据 硬要入人于罪的感觉 可是 国民党现在把MG149 拉藏在线之后 我觉得柯文哲自己要小心 自己不要犯错 因为对方在等你犯错嘛 包括他今天莫名其妙 提到金普通 说上个礼拜 台大医院救了你一命 你意思说你要感恩 那对手就把这个拿来做文章 说你为了选举 没有职业道德 那包括了大条的是 姚立明昨天讲说 我巴不得是400多个账户 你都去查 你就会知道啊 这个MG149多干净 其他的账户多有问题啊 你这样讲这种讲法 你不是会助力更多的敌人吗 这国民党现在 不是在等你犯这个错吗 所以柯文哲阵营 在这一路走来 是不是接下来他要步步为营了 我想姚立明的说法是说 我想他是想要强调 柯文哲是这里头相对干净的 他觉得如果要真的仔细查的话 恐怕有更多更多 这个算是粪坑啊 会被挖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权力在国民党手上 权力在国民党手上 你想想看 去年国科会调查千捷的案子 到今年跟MG149 已经挂上 正式挂上钩了 说原来那11万多 这个没有缴回的钱啊 或者是假发票 那个钱啊 是挪到MG149来 交给年轻医生去 去做其他的研究计划 那这个是不允许的 照理讲你应该是缴回的 所以我必须说 这个案子能够撑这么久 能够撑这么久 来这个时候来做连结 你也不得不佩服调查局的功力 检调单位是有人在卫星文的 昨天胡大哥他也讲说 希望检调单位 或尤其检察官 其实在处理这个案子上 必须要有一个 要清楚 就是说清楚的说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刻意介入这场选举 可惜的是 检调单位还是一如往常的 是在这一场选举里头 是试图扮演角色的 事实上你想想看 国家机器很好用 但是我一直觉得民主国家 其实是有权力的人 要懂得权力自制 甚至要克制自我的权力 如果你把权力使尽 当然很爽 大家都听你的 军警擎特 党政 这全部都是听你的 毫不威风 但是他伤害国家的 这个真正的机制 以及检察官的公信力 其实是很沉重的 你说这一次香港战中 你警察被梁正英政府 这样子叫他去打人民 你看看 这香港过去警察公正的形象 就立刻破坏 你不晓得要多久之后 才会重新建立起来 好 我为什么要讲说检调单位 事实上都已经是 全面介入选举了 在马英九 我最喜欢讲马英九的 这个礼拜三 他不是叫交通部长 说现立公的证件 他都是跟交通有关 你全部都给我吃下来 那个话 这个感觉起来是 民国初年 那个张大帅的 那个语调就出来了 全部给我吃下来 好 果真 现在很多单位 就吃下来了 你知道今天有个新闻 又岂止是MG149 现在全面发动 你知道现在 黄景泰的太太跟弟弟 基隆的 检查站 检查站是 约谈他们了 也就是说 他现在似乎是感觉起来 是要全面性的 歼灭 黄景泰在基隆的力量 就是说 黄景泰现在就靠太太 靠弟弟在跑行程 现在是一次 把太太跟弟弟 全掉来了 也就是说 从基隆是如此 台北也是如此 因为我觉得 马英九现在看到 选情中部以难 不妙 对 所以他现在只能想 我就是要 稳住 北北基 我要稳住 台中 以北的所有选情 而为了稳住选情 我已经不管 你的观感如何 我已经不管 这社会 怎么来评断 这件事情 我就是要赢 好 所以你看 其实检查单位 可以 稍微保持一下 因为在这种选举 敏感时期 你都可以低调 你其实在查案子 都可以低调 或者是说 你也不用发新闻 说实在 检查单位 真的不发新闻 你说媒体会知道说 黄警太太太 跟弟弟被调吗 或者是说MG149的案子 哇 你看现在是诈漆 你其实 你看 要不要放话 是检查单位 自己可以决定的 但是显然 他们还是放话 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 还是在权利者的 领导之下 或者是指挥之下 试图影响选情 我们今天来看 罗素雷的单打独斗 哇 这终于今天好 我觉得好爽啊 你看大家都发现有问题 是大家都发现有问题 还是说 其实罗素雷一个人 讲的不够精彩 现在就是 大家要发挥一个 众口硕机难 你说要人是帮他讲 人家出来帮他讲清楚了 对 就大家都一起讲嘛 就大家都说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会真的 让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觉得 哎呦 你看 这某假某以某柄 哎 曾生杀人事件啊 你看 这连曾母都要爬墙跑路啊 对不对 你现在看 哇 全部都出来了 教育部出来了 卫福部出来了 审计部出来了 立法院也要调 台大医院的院长来 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 我昨天说过嘛 他现在其实是 是对柯文哲跟台大医院 进行外科手术啊 要把柯文哲跟台大医院 进行 把他割 切割啊 他就要告诉台大医院的院长 你就承认说 其他都没有问题 就是MG149有问题 好 那台大医院的院长 如果那一天 哇 真是 真是承担不了压力 哎 说了这样的话的话 我开玩笑 那又是另外一个新闻 你看哦 台大医院院长说 就是只有MG149 有的 这个 这个有事哦 所以 我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 社会观感是一回事 他目的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 社会观感当然会影响选举 那 现在国民党抓到了手感啊 嗯哼 就是 我在罗书雷连打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 我就一直跟罗书雷讲说 罗书雷啊 你看 不挺你哎 你看蓝色媒体不挺你 嗯 连国民党立运党还不挺你 对不对 我常常这样讲 这样啊 觉得很难过 对不对 哎 因为那个立体化的作战 哦 这个平面 电子媒体 360度的立体化作战 过去 宇昌安也是如此啊 哦 不要讲别的 这个农社 这个苏家全农社案也是如此啊 更早的新票案 更是打得淋漓尽致啊 对不对 都是完全立体化的作战 罗书雷打了三个礼拜 没有这个立体化作战 但是你看 哇 现在 现在这个 这个手感来了 真的 这个 这全面性的 我就感觉到 这才是国民党的打法嘛 以前国民党 我都还真的有点怀疑说 马英九是玩真的玩假的 他是在挺连胜文 挺真的挺假的 为什么 放着让罗书雷一个人单打独斗 到后来必须连胜文自己跳进来 就变成只有 只有连胜文阵营 跟罗书雷两个 两个 在打这个MG是149 现在来了 全面性的发动 我还是觉得对选举 是有影响的 是有影响的 尤其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头 这已经是围殴的状况 就是所有的狼群 已经上去去撕咬的同时 我觉得柯恩泽 我真的奉劝他 第一个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哽咽了 大男人 刘备哭 人家哭出天下 你有没有办法哭出天下 其实不需要再哽咽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 你面对的是国民党 你说在欧美是不能打教堂跟 跟医院吗 问题是你在台湾吗 你面对的是国民党政权吗 你还搞不清楚吗 你还以为我们是欧美吗 你当然要有体认 就是国民党就会这样打 你以前觉得MG19没什么 你看现在就知道了国民党的厉害吧 以及这个媒体的厉害吧 那另外 确实 我觉得真的会影响选题 还是柯恩泽自己的嘴巴 还是奉劝他 已经多少次了 每一次去提病人的事情 这一弄出来 真的会让他觉得 你没有医德 所以对手阵营 这时候拿来操作 没有道德的事情 我觉得柯恩泽自己鼻子要摸了 他今天几次公开场合 前面讲了说 哎呀我们上个礼拜才就筋不通 哇这下子 他15分钟后 另外一场 他知道自己失言了 那与其如此 你何须去讲这个话 所以我倒觉得 MG19会不会伤柯恩泽大伤 我还在观察 因为政府有时候 你国家公权力一下去 确实祸福难料 绝对是双面刃 但是柯恩泽自己的嘴巴 那伤的恐怕会更大 继续 你们像柯恩泽讲的吗 去攻击医院跟教堂 这样是太野蛮了 你看柯恩泽的战略非常清楚 你们开始 不管是乱权 几钱过来都不管 第一个我打背情牌 连我的助理都被你们约谈了 都是哽咽 然后帮他挂不平 第二我跟台大就扣在一起了 战略很清楚 包括就是说 你们打的是台大医院吗 那我们就问一个很重要 人家战略都清楚了 第二个 你们在服医院党 PK小组都出来了 你们没有想过 这打到后来是没有的话 当然法治社会 这看政策嘛 对不对 有的话他追 你们会不会担心说 打到后来如果都没有的话 这霍州你会不会回过来 伤到国民党 伤到连胜文 爱兵政策从来 比较容易受人家捅钱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柯文哲阵容 这方面表现还算不错 整体来讲 可是有些地方过有不及 包括不只是柯文哲本人 其实他太太一样 两个人都蛮喜欢 发表他们的看法 我常常觉得他们因为讲太多 反而曝露的他们的缺点 首先他其实不需要讲说 希望国家 真的医院或是教堂不会攻击 那是指一般战争情形嘛 那今天又不是用炮火 要轰你的医院 只是说要到医院查你的 是不是有关不法的情势 或是其他的问题 显然这两者不能类比 他是在提醒说 你们也不是在攻击台大医院 一般面对他还跟台大院绑一起啊 对啊等一下我会讲 那第二点 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 收到党中央的一则简讯 来函照灯 他问柯文哲 救了一命是什么意思 请柯文哲大大方方公开 深入的讲清楚说明白 什么叫做救过金浦冲一命 就是说你就把他讲清楚 不要讲了以后马上要说啊 我失言 他引述自由时报的报道 不管 反正我现在听到党中央的意思 这样子 那我的意思说 事实上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是还好 事实也没错 但是还好 为什么他本身因为是候选人 也不是他 这个案子的组织代夫 可能是就像你所说 有个转速嘛 姚立民说今天也是这么讲 所以应该可责性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 如果你不要讲 交给姚立民来讲 不是更好吗 我的意思说 他有更好的选择 那邏辑还是不好 对 那不管 自己不要讲嘛 这两回事 你欠我人情 你提醒一下 他欠我人情 可以叫别人提醒他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姚老师自己 最近我看一直咳嗽 他也不需要呛说 好吧 那你三四百个账路你去查 不需要这样讲 国民党 不是不能讲国民党 礼拜一我们的招委 要讲本党 礼拜一我们招委 已经要请台大医院的院长 到立法院来了 其实要民进党的委员 或是在义的委员 下去攻击就好了 他干嘛要讲呢 其实他们都讲太多话了 今天我要讲到这里来 你说把台大医院院长找到立法院来 针对402来做一个了解 我告诉你 我希望是 外界在质疑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清楚 让你们做一个辩白 也好会做一个说明 那立法院也应该有这个职责 重点是为了模糊焦点 为什么 如果纯粹就所谓的选战的考量 技术面的考量 打几面过大 就好像我们在医治一个癌症细胞 就把那个癌症细胞挖出来就好 现在更更精进是标靶 就打那一点就好 你就打MG149就好 你把全部找过来 我告诉你 你国民党 好你打MG149 你其他在义党 他一定问说 好院长你把其他都全部拿出来 我看一看哪个比较轻 他说协会赢 协会数都还不知道啊 所以如果纯粹就整个选战的一个 作业作战的策略来讲 我觉得我说实在 这招我公开讲不是很高明 那当然啦 蓝要吹票 但是我觉得吹票吹得动吗 吹得动早就吹出来了啦 我宁愿讲说吹票 不如所谓的 把那些不投票因子拿掉 或许还会多一点 PK主任已经讲了啊 PK已经讲了啊 2008年当时 因为民进党在执政 国民党 马肖敬田总部就成立一个PK小组 就是专门来对付 在当时的民进党的行政院 就这么简单 2008年2012年都有成立所谓的PK小组 其实不是针对柯文哲本人啊 其实针对整个选战的一个作业跟考量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期待有次的啊 现在是整个攻击面整个拉高了 你看之前打的是柯文哲一个人对不对 现在升高到台大医院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国科会有扯到国科会去申请 这些教授可能700个甚至上千个 整个面已经全部都拉开了 第一个力道是攻击的 以前罗素雷单打独斗对不对 现在是整个党团PK小组 所以范围拉大 整个人数也是增加的 那柯文哲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打背心牌嘛 抬到在一起嘛 那他这里就要求嘛 你赶快查啊 查清楚了 我就是清白了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 这事情有可能真的 在前几前就直接按吗 其实台北市的选战打到现在 或者MG19打到现在 我想国民党或各界已经看到一个东西 要一刀必命是很难的 所以只要多砍几刀 乱砍几刀 希望让柯文哲没死也半条命 我觉得这是现在国民党的策略 换句话说 如果一刀必命的话 早就拿出来了 而且大概连这个柯文哲也选不下去 他会不会砍太多 他反而引起同情啊 他现在是这样 现在扩大打击面 如果连打不到柯文哲 我旁边也杀也砍 看能不能随便 顺便砍到柯文哲 402就是最好的例子 好 刚才那个纪委提到嘛 他认为扩大打击面 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认为 国民党现在就要扩大打击面了 为什么 直接打MG9可能打不到柯文哲 所以只好扩大打击面 把MG4149上面那个402 先把它计定是有问题的 才能继续往下打下去 甚至把几年前 一两年前 再查的国柯文哲也带过来 把那700教授也一起拉进来 扩大打击面 那坦白讲了 刚才提到 预防提到党机器动起来了 其实不是只有党机器 国家机器整个动起来了 你看到教育部 卫福部 财政部 法务部 现在连监察院的审计部都出来了 行政部门 这些部会怎么跟立法院 国民党的立委 怎么样一搭一唱 其实不会意外 这个是有前科累累的 但是我看到费红段在咨询 沈记长的时候 我是不能接受的 大家知道沈记长 他是总统提名 立法院过半通过 任期保障六年 为什么 独立的 撬脱党派的一个审计的机关 就跟监察院一样是一样的道理 那为什么这么做 他应该不应该卷入选举当中 不应该卷入政党的斗争当中 他是一个独立的 我们认为 应该挑作党派的一个机关 结果现在费红太怎么讲 如果你一日不收集相关资料的话 你审计部的预算 就没有过关的时候 你拿你的预算权 干预到这个审计的独立运作 这邀你来配合你的政党 来打选举 完全交代不过去 大家别忘了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刚才林老师也提到 然后纪委也提到 如果立法有其他的职责 来进行这个调查 进行了解 我都没意见 但是别忘了 今天就算立法院问出来 看起来有问题 就定罪的是谁 不是立法院 是谁 是司法部门 是法院 今天立法院就要问出来 看起来有问题 所以他就要移送法院 才能办他有罪 所以柯文哲有没有罪 不是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问得出来的 是司法院 是法院要来判他 有没有罪的 那既然大家知道 最后要定罪的 不是罗素伟说的算 不是费红太说的算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叫舆论审判 就是这段时间 到选举这段时间 未来几个月 他不断用舆论审判 让你看起来 就算法院最后判你无罪了 可这段时间 舆论上已经判你有罪了 我看到费红太 看到国民党的PK小组 这么勇猛 我只想拜托 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大家记得吧 7月多的时候 那时候劳动部的部长 潘思维要离职的时候 他公开呛什么话 在脸书上 他说在劳动部的 高级文官里面 有人利用预算的漏洞 有了小金库 你现在讲说 柯文哲有小金库啊 而且大家知道 这个公立医院的学校老师 或者是医院 甚至算公务员 可能还要打上问号啊 好 那现在 潘思维公开指控 劳动部里面的这些官员 有藏有小金库 拜托这些国民党立委 有公开的要求 行政院 如果你没有查出来 我预算不让你过 对不对 7月份到现在 9个月 两个月来了 到底查了怎么样 我看了报纸 查了资料 听说了 劳动部相关的 还有廉政署 有相关调查 如果有不法 要移送司法单位 那移送了没有 如果 潘思维指控不实的话 我建议行政去告他 侮辱啊 公然侮辱公署啊 那时候查不出来 很简单嘛 所以我认为啊 整个过程当中 国民党是不惜一切代价 宁可错了杀一板 不要放过一个 那个一个就是 柯文哲 那我很担心 刚才柯文哲讲说 有没有轰炸医院呢 他讲说啊 我很清楚啊 我认为如果412真的查下去 那400多个账户 真的好好查 同一个标准 不要选择新办案 只查MG19149的话 我担心整个财大议员都毁掉了 标也不可能哦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400个账户怎么回事呢 对 因为 那个省计长在接受 这个立委咨询的时候 他说 402是财政部核准的 通过的 但是 400多个都没有 嗯 不是这MG19啊 对 如果MG19设立的法员 本身有问题 是不准设立的话 那七八 400多个都有问题 那我们比照办理就好了 那他现在跟我讲说 不告不理啊 那上次有问题 要不告不语 但是啊 当这个政府 察觉明明知道 有不法的时候 不主动侦查 这叫做选择新方案 所以真的很担心啊 这个所谓宁可挫杀 一百 不要放过一个前提之下 我相信毁掉的不是那一个 是其他的被挫杀的人 不过中信兄 接下来真的是获福难料 你看哦 大家的印象是 从一开始 罗书林拿着棒子 追打这个柯文哲 到现在呢 整个国家机器动起来 感觉在围欧柯文哲 所以围欧到后来的结果 是大家会觉得柯文哲 越来越觉得他有问题呢 还是越来越同情柯文哲 那你下个礼拜 把这个台大医院的院长 叫到立法院来之后呢 也是获不难料啊 你是逼台大医院的院长 跟柯文哲绑在一起呢 还是逼台大医院的院长 跟他做切割 可是问题是台大医院 有办法跟柯文哲 做切割吗 这真是国民党的策略 我刚拜读今天的晚报 早上慧弘太请 王金平时的和解宴 郭台铭出席了 罗书雷也出席了 我来引述报道 郭台铭看到罗书雷 给他一个大拥抱 说 他一听就懂 MG149账户有问题 真相会越来越明 他说罗书雷很勇敢 很辛苦 罗书雷 委员跟我同台六次 我每次都问 在座可以证明 请问罗委员有实质证据力吗 公开他都摇头 私下他也说没有 我请教英明如郭董者 我都要请教实质证据力 你有吗 我是有点不解 以一个台湾那么成功的企业家 我意思是说 探讨MG149 或金卫TDR 一切五个字 实质证据力决定 我不敢下论断 对两者做的一样 但是我要解读这个 你们刚刚所做的标题 为什么马英九要下定PK小组 打MG149 几天前 我跟国民党一位决策人士见面 不是谈选举 但谈来谈 这两个谈到选举 本来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 他好心 主动给我看一个资料 这是国民党选前两个月的评估报告 应该是综合民调 党部的 甚至是调查局的一个综合评估 他拿给我看 所以 他应该是信任我才给我看 我相信是很核心的资料 我就报告如下 让大家分享 为什么马英九要下令 一 吉隆市 林二昌会赢 二 林林县张立尚会赢 第三 嘉义市 陈以珍会赢 第四 彭路县 陈光乎民进党会赢 这是他们的评估 那其他大不便 台中市 前台中县 胡林两位打成拼手 台中市的市区 也就是 贵南的台中市 林家隆比 胡志强 多15% 包括看好度 我印象最深刻 这个跟上次选举刚好相反 上次胡志强输在台中县 所以国民党评估 胡志强市长的连论是极其可畏 不乐观了 包括我还看到一行字 台中市所推出的BRT完全无效 所以台中市 国民党发觉到 可能会输去 他一定要重兵回防台北市 总不能两个五个自家市 只剩下新北市吧 那陶渊市 陶渊市还不算 我说五个自家市了 台北市 这份资料 我看一次我都记得 柯文哲 比林声文多 10% 但是看好度 林声文有翻转的倾向 是有翻转 有些是胜出的 也就是这给国民党 一个很大的强心争 决战 不是台中市 是台北市 也就是 国民党的传统战画 进行蓝绿对决 吹出五五比四五的基本盘 组织战进行了 何鸿龙的进驻 前民政局长 把里长 司议员 市长绑在一起 把他们的宣传战 很简单嘛 两三天下来 国民党全面动员 把MG149打烂 再把上面的大屋顶 叫M402 逼你台大医院表态 我用个比喻 逼你台大医院院长 把柯文哲 不是推出警符门 推到五门斩首 大家听懂了吗 其实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 选举 不用一个比喻 一个厨师 为了炒一盘完美的炒蛋 不惜把冰箱的蛋都打破 其实这也是蛮残酷的 柯文哲医师 可能没有读第二四大战历史 飞机轰炸 一定炸教堂跟医院 教堂里面躲人 医院 会炸你不可 所以他今天讲说 国民党已经开始轰炸 任何的战争 没有什么文明 也没有野蛮 而且教堂医院就是中毒 不是吗 我举个例子吧 二战莫及 多老合伴的德雷斯登 是文艺复兴古城 被炸以后 丘吉尔怎么说 德雷斯登已经回到 石器时代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柯医师要用战争 来看你的选举 柯文哲医师 今天很像唐吉柯德 拉着长矛 不是打风车 对个国家机器 今天要处境 但是政治后座力怎么样 效应如何 因为刚刚开始 我也不敢做评估 好 再看 在国民党战的话 要只比自己 百战百胜 我最近拜的一本新书 希望大家读 有人说我是人形博客来了 这个再介绍 因为好书要读 Francis Fukuyama 胡三本新书 政治自信的起研 他说国家有三个要件 一 国家 State 第二 法治 Rule of Law 第三 当责承担责任 Accountability 一个民主国家 除了国家以外 这个制度以外 还有法律 法律组织 跟责任政治 我为什么提着观念 我们做一个现代公民意识 台北市民 我们几乎 这辈子几乎都台北市民 富级 请大家 包括国民党当局 尊重法治 程序正义 物忘物中 责任政治 我们要求这个东西 核心价值 我们媒体要捍卫 不敢对 对柯文哲 对林声明都一样 我说两个事情 我们都要求 几天前 我跟一个法界聚餐 里面有法学教授 跟检察官 在座检察官 都十四指等 都很自身的 你要知道 做十四指等 一定很自身的 跟两位主持人报告 他们都有收看贵节目 当然谈到检察官的问题 因为我们最近在谈 他们自己也说了 检察官如果比起过去 检察官 是有很改善不少 但那天我没有谈到 对这些 所有的检察官这样呼吁 我也承认有改善 我也承认那天 对谈蛮有健康的 但是我只能这样说 群里面在处理 跟选举有关的 任何的官司 不管是基隆 或到屏东 哪一线都一样 我没有公权力 但至少我知道 跟检察官 法学教授对谈的时候 大家心中 都一个道德良知 请你们发挥道德良知 我不能约束你 如果你要讲个约束 那就是黄世民案 各位 你们难道有人 要做黄世民第一了吗 也就是 如果你自己已经 道德良知告诉你 已经跨了红线 你很清楚 可是长官叫你做 你做了 我强调 不管对哪个案都一样 跟选举有关的 你是跨越红线 你不仅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内途给中 我只能用这样 很委婉的规劝 我们检察官 请保持建调独立 下礼拜 看起来就是PK小组锁定了 下礼拜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另外一个我们要看 不是只有攻击 跟防守的问题 每个人的选举的特质 投票投票给你 怎么会是像连世民 跟科问的 到现在 看起来大部分时间 好像还是自己很委屈 甚至有时候还在哽咽 这两个获景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来 又要帮我们说一下 好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说马主席一声令下 要求整个国民党团 一起来攻打MG149 所以现在搞得 柯文哲真的好闷 不过反观连胜文 他也觉得自己很委屈 为什么好好一个台北市长选举 会搞得大家都好委屈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 柯文哲的部分 因为这个录音党的风波 你看到现在选举 选到连录音党都出来 选举选到这么low 所以现在引发了 什么样寒蟬效应呢 现在柯文哲说 干部在讲电话都会怕被窃听 他觉得台湾社会不该如此 这是国家的悲哀 但是不止如此 MG149 因为刘书联要来攻打 甚至他去法院的爱宁控告了 所以现在选检 开始动起来了 传闻了蔡壁如海 刘如意 但是看在柯文哲的眼里 真的觉得好心疼 因为现在看到他以前的部署 不停被媒体追着跑 还要到这个选检署去 所以他就说 我坦当可以接受 剪掉了查问 但是拜托拜托 你不要再为难我们台大的同事了 他觉得非常不舍 而且每次谈到这个问题 他都忍不住哽咽 好 但是不止这样子 你看到MG149 好像没有办法一刀斃命 所以国民党是不是决定 要拉大这个战线呢 他们要来攻打台大1的 402的战户 现在呢 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云版跟我们说了 马英九 他不是一身令下了吗 所以费洪泰 他也加入战局 今天罗叔 他非常的得意 他说了 终于是有帮手了 但是看在柯文哲的眼里 他真的觉得好难过 为什么 因为台大医院 他说值得信任 拜托大家不要这样怀疑 而且他说 不要为了选举 搞垮台湾的医学研究 他现在有一种感触 就是一个人要对抗 整个国家的机器 好 这是柯文哲的部分 但是接下来 我们反观连胜文 他也觉得自己好委屈 但是好奇怪哦 你看到连胜文 都已经跟马总统 马主席来和好了 整国民党都在帮他打选战 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委屈呢 因为财产申报 他被人家怀疑 你没有房没有车子 你到底是不是申报不实呢 好 但是连胜文觉得 柯文准备没有开公司 却赚这么多钱 你们应该去怀疑他 为什么怀疑到我身上呢 他说我都是自己创业赚来的 还说我父母买房子 都有记录可以查 好 但是不止这样 他被怀疑的还有精卫TDR 因为大家都在问他 你有没有坑杀股民呢 但是连胜文告诉大家 没有卖掉 你不能怪我啊 又不是我叫你不要卖 这是你们的问题嘛 甚至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权贵啊 权贵两只好像磕在他脸上 怎么样都抹不掉 但是他觉得好委屈啊 他说我们连家 为台湾奉献好多 家人长辈几代以来 为台湾贡献将近100年 讲到这里 他就忍不住哽咽了 甚至他今天还提到啊 他担任UO卡董事长期间呢 怕被别人讲话 所以呢 在公务上 如果有请客户来吃饭的话 他是一次都不敢到红豆食谱 甚至还讲这么一句话 他说 清白的人被骂到恭喜临头啊 但是有问题的人 却爬上了神台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 甚至呢 他觉得啦 放弃相对快乐的生活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 好 但是你听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 两个人委屈的点 好像不太一样 柯文哲委屈的点是什么呢 他觉得呢 他为他的朋友感到心疼 他周边的人 因为他一个人 全部都被拖下水了 他觉得好堆不起 而连圣文的委屈是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好委屈哦 我都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了 放弃相对快乐的生活 你们还觉得我这样不够好吗 我们来听看 他们怎么说的 我的家人 我的长辈 这么期待来 为台湾努力 以及贡献 已经超过将近100年了 谢谢 谢谢 我容易感动 谢谢 我那个助理 昨天是被传讯第六次 你想想看 做一席日的长官 当然觉得不舍 另外一个是 我也觉得这种选举 选到有点没有人性 没话 在57天不到两个月就要投票了 这两个后几年都还在讲自己委屈 然后还讲到哽咽 事实上每一次的选举 我们当然希望选举是快快乐乐的 可是每次选举 哪是不是在检验的过程里面 是刀刀剑骨的 光是上一次的选举 你看 郝龙斌 对苏正昌 郝龙斌光是一个什么 家里水油单就要被拿出来 对不对 苏正昌以前住在家里面 家里有多一点现金 被小偷拿走 都被拿出来谈 本来你就要经得起检验 这两个后几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选举过程检验是很正常 尤其台湾的选举 尤其像台北市长这么重要的选举里面 检验甚至 我觉得有些已经到变态等级的检验 我觉得也OK 反正你都已经进来厨房了 经得起检验 你可以预期 我已经处理好 可以清清白白这样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虽然都哽咽 但是都委屈 但是委屈的程度 还有委屈的对象 其实是不一样的 柯文哲自己面临MG149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委屈 我们注意 柯文哲从头到尾 有没有讲过自己委屈 没有 他委屈的对象是 蔡壁如 是刘如意 有啦 他有说他一个人对抗国家机器 对 那是一种抱怨吧 柯文哲他的态度很清楚 说那我主动去跟检察官说明 所以第一 他没有逃避 第二 他也没有为自己报屈 他是为他昔日的同僚或部署来报屈 他觉得说因为我柯文哲要选市长 所以你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觉得这是一个情节 那连胜文的情况呢 他所有委屈的对象都是自己 你才委屈你卖算 就没人拿枪比你选 要选台北市长是你自己的决定 难道你在选举前 你不知道这些都会被拿来检验吗 那你放弃相对快乐生活 你现在也可以宣布说我不要玩了 虽然已经登记了 你不能退选了 跟说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回去过我快乐生活 我搬回地宝去住了 一瓶大厢那房子太老了 我不要住 可以嘛 你可以做选择嘛 没有人逼你啊 那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 你为什么要去面对这么多的检验 这么多的遭遇的时候 你去报区说 没有其实我这么委屈的啦 你当又有卡公司董事长 请客不去红豆石斧 就很伟大吗 就这样就很伟大了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 你看我这个人多干净 因为红豆石斧是我越付越加开的 所以我根本不去 这个行为 我是给连胜文肯定的 可是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说嘴的嘛 那你说好 精卫的TDR 连胜文讲的说 第一 我没有去代言啊 那不叫代言啊 可是大家别忘了 连胜文在枪击案发生之后 他有一次上友台的节目 他亲口讲 他说他枪击案之后 他四个月不敢出门 他说他很害怕 那我想这个心情 我百分之百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一个人在鬼门关城走一趟回来 心里一定会有些阴影跟冲击 可是他什么时候去帮精卫TDR站台 是在枪击案之后一个月 对一个多月以后 那你不是不敢出门吗 那你不敢出门又去帮精卫TDR站台 那现在大家在质疑精卫的时候 你又说我没有帮他代言啊 我会都给你说 别人都不可以说 别人说你就要跟狗 说人家是网军 说人家是抹黑你 那他讲说我没有叫你不要卖啊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精卫TDR的价钱就好了 他的成销价是11块多 上市之后三天涨到18块多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去了 到现在还连11块都不到 不是不想卖是卖不掉啊 卖就赔钱除非你是有特殊关系 可以在上市前先圈购的那些人 那些人也许在第三天卖掉 可以赚7块多一股 如果你是等他上市之后 在公开交易上去买精卫TDR的人 不是不想卖是根本卖不掉 因为一买就被套牢了 那这个事情大家谈了很久 那请问连胜文 你有没有出来说明一下 你不能推卸责任嘛 说我没有叫你买 叫你不要卖 我也没有代言 这个都跟你没关系了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连家 只有你连家最高兴 最清白 更何况今天段一康还在质疑他 连胜文自己讲 说他拿700万美金 去投资了Evenstar去操作嘛 可是你的申报财产里面 从来没有700万美金的资料 只有今年报了2万美金 那是大概差不多60万台币 那这个东西连胜文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所以今天其实大家非常多的疑点 到现在连胜文都是用散币的方式 也许他觉得说 因为这个事情很复杂 反正大家也搞不懂 的确这个事情我承认 他是很复杂 因为他牵涉到这个香港跟台湾股市的怎么交易 这些很多很专业的财经知识在里面 的确是很复杂 可是大家其实最想问的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件事 就是从一开始连胜文在参选的时候 很多人在问的 你这么年轻 你这么多钱 请问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你连家我就不管了啦 可是你连胜文你的钱是哪里来的 那现在甚至被他查出 他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4岁 名下财产比我还多 真的该去跳河了 混到40几岁还赚钱赚数一个6岁小孩跟4岁小孩 因为你不信你 对啊 所以看电视的爸爸妈妈 看一下你小孩户头里面有没有这么多钱吗 没有的话你是对不起你的小孩啊 那请问大家 台湾有多少人的小孩一个6岁一个4岁 可以像连胜文小孩有这么多钱 那请问这个钱是谁给他的 你说你要赠予OK 那怎么来的吗 这其实大家都很想知道嘛 问题是你连胜文从头到尾都在逃避 你完全 对这些问题完全是闪避的 你打算闪到11月29号吗 那请问如果让你当选之后 这些问题你要不要面临更严格的挑战 最后我要呼吁台大医院 柯文哲在台大医院地下4楼办公室 大家搞清楚那不是柯文哲私人的地方 那个是台大医院外科加护病房的办公室 在你办公室里面的对话 不管是被窃听也好被监听也好被拿给媒体报导 你台大医院竟然连从事发到现在快两个礼拜了 都不吭声你也不去报警 你这什么烂医院啊 你的医院有安全问题耶 那以后台大医院的患者住院的时候讲话会不会被监听也被窃听 这是你的办公室是你台大的财产 他不是柯文哲的私人产业 你台大都不报警的耶 今天想想看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发现他的会议室被窃听被监听 他会不会报警处理会不会调查 我想每一家公司都会 可是台大为什么不吭声 你可以讨厌柯文哲没关系 你可以不喜欢柯文哲 可是今天你台大的安全 你的公权力 你的隐私已经被侵犯了 你竟然觉得无所谓 台大你在怕什么东西 事实上两个真的都是政治事物人 我们在讲说本来就是你做一个获选人 特别是首都的市长耶 你要提出感动人民的这种证件出来 这种东西要拿出来嘛 而且要经得及考验嘛 就现在不是他们没有提比较正面的东西出来 或者说已经感动人家的 两边都没有 然后现在两边都还委屈 现在人民应该是跟他讲说 第一个你们要经得及考验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赶快拿出去正面的东西来嘛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在公共媒体评论事情 其实我们一天要检察官要公正公平 我们在公共媒体我们要真的要 自己要有我心如秤 不能要求别人有我心如秤 我想要求自己就随便喜欢就蒙蒙捧 不喜欢就蒙骂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不一定完全做得到 但我希望这样做 就是说我那天跟柯文哲当年当然对谈 我是觉得他的成熟度是够 但其实我所要的东西 他其实都没办法答 当然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也是蛮深的 他说他强调价值 就是价值 我说价值哪些 他就说自由民主人权 我说你觉得一个社会 只要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 他怎么做到 比如我们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 在国会变成多数暴力 这叫民主 这不是成熟民主你知道吗 我们的自由变成不一样意见的人 跟各种羞辱 希望别人死都没关系 这叫自由 说真话 我们的人权 只保障自己的人权 至于别人的人权 怎么管他没关系 不是喊口号而已 要做到要怎么做 那你怎么样让台北市民觉得光荣 他其实答不出来 但我不期待他能够答出来 表示他人文素养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你知道吗 那我例如说其实柯文哲讲 因为连望中也骂那个连胜文 那我就来讲讲柯文哲 柯文哲说他觉得他的同事很委屈 如果柯文哲不出来选举 他的同事就不会委屈嘛 那我跟同样的问题说 那柯文哲退选好了 就不会查MG149了嘛 所以我说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讲问题 用这种方式讲问题其实不太多 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在 对我的感觉都觉得没有那种缺乏那个高度 我觉得那个高度就是说 你要建设台北市成个什么样的城市 你怎么样让台北市感觉骄傲跟光荣 我其实看到都是灵敏心心的政界你知道吗 其实我看不到那个格局 台北市的市长洞见观瞻 比如你当个台北市长 你对于自由民主你要比别人了解多一点 因为你将来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外面国际 你要谈的是一种高度的东西 你要知道什么一个社会 我们台湾社会虽然是有民主的形式 但是我们民主的实质真的没有做到 你知道吗 我常跟学生上课常跟学生讲说 你觉得今天台湾社会你是主人还是政治的物是主人 我告诉你他拜托你一次 你要拜托他四年 谁当主人 所以怎么样叫做一个社会 是个真的成熟的民主化的社会 一个真的自由化的社会 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是我事实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种我们社会有没有做到 就一个有高度的政治人物应该看到是一个长治久安的 所以我以前常常讲说我跟邦马英九的时候真的也没有做好 就我一直跟他讲说政治人物政客是在乎下一次选举 政治家是关心下一个世代 其实我们念哲学还有一句话是 哲学关心的是永恒的未来你知道吗 我不期待政治人物关心永恒的未来 但是我可以期待政治人物关心下一代吧 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我看不到 这两个人其实我都看不到 所以我是七天拉 这样赶快提出感动的力量出来 对我的标准来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够格当台北市长 我认为因为台北市长不是只有那个职位而已 那个职位配合你的生命的高度跟深度 其实我真的看不到 所以问我现在选谁 我真的有点为难 说真话 真的两个我都觉得不合格 但做人成熟度来讲 当然柯文哲优优优一点 这没话讲 不过这个力宏坦白说 联克两个人都是自己要出来选台北市长的 那就大家都进厨房了 就都不要怕热 只是从逻辑上来讲 讲到两个都好像很委屈 把台北变成一个 这个选举好像变成一个悲情城市了 能不能够开心快乐一点 那以联盛文来讲 在他角度上 其实他本来过的生活是比克批享受 所以他现在牺牲享受的部分 当然也比克批多 可是为什么大家就没有办法买单 他这个牺牲的部分 为什么始终他的民调就是拉不起来 所以现在对于联盛文来讲 又是不是真的出现转机了 是不是开始下母药出现大力多了 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大力多 感觉上这个马林心结好像真的解开了 那么联盛文说 对之前的大明王朝说 他要好好检讨 说话的方式要缓和一点 而且连战也带着联盛文去找马英九来合照了 造势文会上还大打的钻码牌 媒体还形容那一天 马英九是实无前例的 可以说是最用心拉抬联盛文绅士的一次了 而且接下来呢 大家是质疑 马林真的心结解了吗 好我们就来看到 马总统呢 昨天传出来 下令南军党团要成立PK小组 第一波呢 就是要攻击锁定克文哲的MG149 所以感觉上他真的出手 要助联盛文了 而且呢 马的爱将呢 好像也进了这个联盛文的这个团队 因为包括了前国安会部秘书长 这个杨永明呢 现在担任了联盛文阵营的首席发言人 前台北市民政局长何鸿荣呢 也任了这个联盛文总部的这个执行长 那对于联盛文自己来讲 他又做了哪些动作呢 现在呢 他已经搬离了这个地堡 能不能够甩开权柜啊 外界呢 批评联盛文的是住地堡的权柜之后呢 在选战的剩下60多天的时候呢 联盛文就以照顾七小为理由呢 搬离开了这个地堡 而且现在呢 还有余力呢 来做其他的政策什么 加码年终慰问金啊 联盛文允诺 那他会争取让原本没有办法领到年终慰问金的呢 就能够 都能够领到这个两万我 所以我就要请教力宏了 所以前面的这个状况呢 未必有加分哦 可是年终慰问金这个部分 会不会让这个本来都不表态的 这个公务员的部分啦 或深蓝的这个部分 现在真的会跳出来啊 这我不知道 但是呢 基本上我觉得年终慰问金确实是让 重创满意久的 这个所谓的满意度啦 因为毕竟这些退休的军工教啊 这个尤其是 比较弱势的这一块啊 这个是靠的 至少有不无小补啦 但是我觉得在政府财政 越来越困难的情况底下 这种 这种近乎政策买票式的承诺啊 我也觉得那是两面认 你讨好了一批 这个军工教 退休军工教 但是你有可能让 从头到尾 没领过所谓的年终慰问金的人 产生反感 所以任何事情啊 其实都会有这种所谓的交互作用啊 正反的交互作用 只是看这个到底是反作用大 还是正面作用大啊 呃柯文哲啊 柯文哲我觉得他真的他参选的心理准备没做好 就会觉得说 因为整个MG9MG9会打到这样子啊 其实我是可以预期到的 但是我感觉柯文哲根本没想到 啊我的MG9可以打这样 打成这样 可以被弄成这样啊 所以他显然真的 这个第一次踏入政治啊 就受就承受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天盖地的压力 哎我觉得 哎你说你说他会有时候常常哽咽啊 有时候当然一方面觉得可能情有可能 但是我说过了 要选市长啊 政治人物啊 你要出来 你就要扛起这个重担 不要再哽咽了 不要再哭了 忍不住啊 其实我都觉得这种事情 你应该知道 人会这样处理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哦 黄景泰在被被关进去之前啊 其实他有个感慨 他说过去啊 他没有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之前啊 从来不觉得这些在野党在那边喊冤啊 这喊什么意思的 不知道 但是曾几何时 当他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 才知道 哇 这这种亲身经历啊 才知道国民党的厉害 所以我想 柯文哲如果能够过了这一关啊 那那我想他他也是一种成长了 那连胜文的委屈啊 其实 我觉得 因为他过去从来没这么辛苦过 他不需要跟这么多人鞠躬哈腰 是啊 不需要去扮演 扮演这种cosplay 一下子洗车 一下子当摊贩 一下子修机车 虽然这个周一柯周姐一直说 你看这个当黑手 这个好像也没太黑 这个洗车好像还穿布鞋 也没湿 不管怎么样 那连这个范可卿啊 这个广告人范可卿都说 这这这些广告出来好像不太感动人啊 但不管怎么样 你看 这连终还是继续 今天他去饮料公司 他今天没有摇饮料啊 他没有弄摇摇杯 但是呢 他是帮人家收钱啊 体验又体验了 体验庶民生活 对体验庶民生活 其实有时候都觉得就是说 哎 好命儿子就是好命儿子 就是说你看啊 我就讲 这卖饮料店啊 因为我有朋友 真的因为记者不干了 赶紧去摇摇杯 一下子开了三家店 你知道开 这摇第一家店就已经是 你知道那个那个鸡肉啊 那个都已经要去复健了 那同样的 这这些 我说过这些摊贩 这进行车司机 他不是每天 你即便说好了 不是20分钟 我是去拍拍这个广告片 我可能花一个小时 但是你一个小时体验完毕 人家是一辈子 就靠了这台车在赚钱啊 对不对 靠这台车在支付贷款 在养家活口啊 靠那个摊子 有时候就觉得说 你发表这些 这些体验生活 这到底能不能感动人 基本上范可金觉得 他没有在里头看到 感动的因素啦 反而让网民觉得 这网路乡民觉得 你就一路一直玩 一直玩一直玩 当然有可能到后来 就一直玩一直玩 就玩上了台北市市长 也说不定啊 毕竟国民党在台北市的结构 我始终不会怀疑说 蓝军的支持者 他到后来会请朝而出 我始终不怀疑 但是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没有经过历练 好 那而且确实你可以看出来 整个过程里头怪东怪西的 我觉得柯文哲也一样 好 那这样的人 其实真的啦 我也觉得 真的适合当台北市市长嘛 我是有个怀疑 那另外他一直他今天一直觉得他很清白 我清白的人他反而有问题被供上神桌 我说连生文 你清白也许我不怀疑啦 因为毕竟 在这个你真正这辈子的 真正牵涉到公职的 也不过就是这个 悠悠卡董事长这一段很短的时间 但是大家对于你的质疑 其实是质疑你的上两代 就是说两代公务员 何以累积如此庞大的财产吗 那这个 这个连生文的两个孩子 六岁四岁都是千万富翁 那他现在说是阿公给的 阿公阿嬷疼孙子啦 也对啦 但是你想想看 六岁就有一千多万 因为一年可以赠予是两百二十二万嘛 那你想想看到二十 这两个孙到二十岁的时候 一亿多啦 一亿多啦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确实是很值得人家羡慕 连我都觉得 哎呀 这我好希望这样一辈子投胎啊 肯定能给姓连啊 因为实在是 我们没办法做个幸运的精子 那我们只好在那边怨天怨地 那连家真的 有时候会让他觉得说 你们怎么会这么有钱呢 其实啊 我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本二十年前的老书啦 这个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他是江湖术士吧 李建军啊 他偶尔会在台湾 未来回来台湾啊 那会在他电视台出现 我的台湾路和连战的总统运了 这本二十年前的老书了啦 但是里头其实有对于连家财产 做了一些报道 还包括阳光法案公布之前 到底这连慧欣曾经跟李建军讲 他到底他们家到底汇了多少 一个亿到国外去啊 其实看着都会让你觉得 瞠目结舌啦 在那个年代 尤其是二三十年前那个年代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对连胜文 是因为他是好命嫌 那你到底懂不懂穷人的生活 温家宝讲不懂穷人 就是不懂政治 他也许他现在啊那我来体验 但是体验一下 又真的能懂穷人吗 那我们对他的更进一步的质疑是 这连家的这个财产啊 这一路到现在 而且他们家现在跟北京的 这样一个互动跟关系 在中国的布局 其实我觉得会影响选举的 是香港的战中啊 那是另外一个会让台湾人 甚至台北人会觉得担心的事啊 古大哥看起来台北市长这个选举 到底连胜能不能摆脱那个权柜那个形象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罩门 那个是个胜负的一个关键啊 那你刚讲的内幕很重要啊 国民党如果已经评估台中是输掉的可能性很高 对不对 他说回过头一定要死守到台北啦 说刚刚又几给他看 现在能够用了 多用了 连马新杰现在解开啦 对不对 任何矛盾都解开了 马团队都已经进驻到 进驻到连团队 连的自然队里面去帮忙 对不对 连最敏感的 金工家的退休 退休的这个连终的慰问金 都帮你 都帮你 准备帮你解冻啦 能做的都做啦 那到底现在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南京都还没有回流呢 出了什么地方 还是潜贵那个疑问吗 还要再看 也就是国民党是锁定决战大台北市 其实很公平耶 如果说 柯文哲爬上神坛 那连圣文先生也曾经爬过神坛 不是他最在乎就是被人家说神助的绰号吗 其实笑一笑就好了 不要太在乎 我对两位都这样说 我是一个选民啦 四五十年 几快 几乎一半世纪的 我们的父亲都在台北市嘛 不是嘛 所以我对两位是站在一个市民的立场 这样建议你们 情绪控管非常重要 共开常语 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哀 苏格拉底 不为雅典掉一滴眼泪 耶稣知道国破家亡 为耶路撒冷痛哭嘛 但苏格拉底面对雅典的不公不义审判 是不掉一滴眼泪的 你如果被打压 是不能掉眼泪 不能哽咽的 我先谈柯文哲先生 做善事千万不要谈功德 于是 先生 医生 像林胜文哲的枪伤 包括金姆松有没有装支架 其实无从之道 我也不想智慧 不能谈 不能从科医生的嘴巴讲出来 这叫做中产阶级价值观 病例 日记 是一个神圣空间 不能公开谈论 我们之前对 胡志强市长的病例流失事件 不是非常大力大法那些 讨论的医生吗 道理一样 标准一样 第二 因为两位都有哽咽的经验 请控制情绪 要表现像个大将军 这是马歇尔说的 他对他不如说 将军面对群众是理性的 感情带回去 给陈佩吉或蔡一山就好了 带回去给老婆就好了 关开不要再哽咽或流泪了 我们当然知道 今天科医师的处境了 我上一段说就是 唐吉 科德 帝国 道 菜都 不是打风车的 跟国家机器对抗 这国家机器是海啸 你一个人竹竿对海啸 那可想而知 那个心境嘛 这是悲壮 但是不要博得大家同情 没什么同情的 你自己要选的 你心里要准备 这叫受不了厨房 得乐滚出去 连世文先生 也不要再把祖宗 挤带拿出来扯了 再谈了 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这是你要选举的 不是连恒在选啊 也不是连政中在选啊 也不是连战在选嘛 是你要选啊 不要再谈你们先 先站在了 请不要抱怨 是你自己要参选 这不是人民贵求你啊 你何委屈之有啊 我举个例子 1996年了 美国总统大选 一个第三组人嘛 叫Rose Perlott 他退选了 他在前四年1992 得到第三组 19% 又要逸四 再选一次 突然了 大选前期退选了 为什么 没有说要揭露 他女儿的隐私 他退选 他受不了压力啊 不想伤害女儿啊 如果你受不了压力 两位就退选嘛 很简单嘛 选学北京同学进行 不是很好吗 这应该 我们还有五个 你跟我七个候选人 不用担心 还有五个 不要讲 香港比较适合 好 我是对两位做 起喜跟富裕 请两位保持 绅士跟君子风度好吗 遵守游戏规则 保持高尚的情操 第二 媒体是很残酷的啦 选举很残酷啦 不仅相互检验 而且人格检验 甚至极端到 人格谋杀啦 我们都经验了嘛 媒体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不对 滚烫的热水 才能烫出 茶包的芬芳嘛 请在压力下 保持优雅 但是我要对 其他的人这样说 因为我们 我们是7-11全年无休啊 每天都听啊 请助选的 总干事 花言人 包括陆系的观众 包括啦啦队们 拜托一件事情 请在言谈的时候 请不要 撒仇恨的种子好吗 我坦白讲 有人开始用嫉妒仇恨 我就关机了 我有GPS自动 关机系统 这也不过是一个市场选举啊 有需要拉大到这个 深仇大恨吗 不需要的 这让我印象深刻 不是香港的民运 是苏格兰共同 当民调是五五波 却显示五五比四五 所谓的同派胜出 独派认赌胡书啊 一句抱怨都没有 一个暴力都没有 一个打架都没有 一个土坛都没有 就走了 多漂亮的退场机制啊 我不得不佩服啊 苏格兰人民 四百万苏格兰人民 他们真给全世界最好的典换 怪不得启蒙运动 是从苏格兰开始的啊 怪不得只有苏格兰这种国家 如果他独立的话 会产生亚当史密 这种伟大的思想家 写出道德潜潮论 我希望我们台湾啊 要学苏格兰公民 面对胜负都表现一种 现代公民的教养跟助养 深深期许 大家是从现在开始 志正啊 地宝也搬出去啦 连最敏感的退休 金公教的年终未婚金都要放宽了 为什么民调现在 连生亚还是落后呢 老奖 他昨天讲这个事情 基本上有些人是会感动的 当约翁卡董事长知道 薪水一半是监出去 给员工 当奖金 然后连吃饭都不敢到老婆家 上人家开的餐厅去 他这东西可以讲啊 现在问题是 为什么人家讲这些东西 人家也没有觉得感动 那今天你钱贵的表现 还是没有撕掉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任何一个候选出场 一定要给人民说 他为什么要出来 你说的委屈 事实上反而会弱化你 为什么要出来的理由嘛 就算这么多期 我就是要替大家努力 替大家服务 甚至牺牲我个人的所有的一切 这个才会让人家感动 刚才你讲是不断情要感动 但是我认为从连送上看不到 那样的一个 他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那种感觉 那看到在Walking State 我一直想到 台北市有一个很有名的百货公司 有一个叫做 儿童的职业体验任意诚 我不想帮大家打广告 就说一个小朋友 两岁到七岁八岁都没有关系 你从什么银行员 空中少爷 矿工司机消耗员 有50个职业 有50个行业70个角色 从消防员到那个 这个草赛的老板 跟连生们讲 一天就可以玩玩 而且每个职业都能体验到 因为我们要知道 体验的目的 有两种说 这个行业他该干什么 一种是了解那个行业的心酸 坦白讲了 那个小朋友玩那个 觉得没办法理解那个心酸 他觉得好玩 灭火啊 很高兴这样 他没办法理解那个心酸 所以如果今天他的体验是真正到实地去了解 甚至跟那个老板坐下来谈 坦白讲 我觉得他不用插车 就坐下来那一个钟头 跟老板谈一下说 你们水费的问题是不是压力很大 你们电费的问题 就要插车一个礼拜 插车一个礼拜 没关系 绝对不是体验30分钟 他要这么体验的话 真的到那个baby boss 那个职业体验 任意诚 可以去好好玩一下 一下就解决了 可回到一个点 我们讲就是说 选举检验一个候选是没有错 但是有些不同层次 我们最希望检验他的能力 他的政策 至于其他的 比方说我们讲 他的人格 有些人有抗压性强 有些人动不动就流眼泪 有些人觉得很真情流露 有些人建制没有抗压性 那至于说这个好不好 建议建制 那当然可以检验 一种是他的风格 比方说这个 这个柯文哲写那个作业要点 里面很多这种很 看起来很白目的东西 是他的风格嘛 政治道了 这也是风格嘛 但是有些人不能接受 那你就不接受吧 那是个人的一个 所谓评断的标准 另外叫什么 道德的标准 道德标准 比方说TDR这个事情 到底联盛文 有没有所谓利益回避的问题 甚至有没有所谓 这个透过某种方式 把人家套牢的问题 这个道德 我觉得开始有一些被质疑的 而且是应该被 可以可受公平的地方了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你私人的 这个私德好不好 这个当然都没问题 可以被检验 可是我最关心 这是法律那个层次的问题 换句话说 那个东西是应该 用司法做判断的 更重要的 司法不能介入 有法律的理由 用司法理由 去介入选举 换句话说 他帮我们来判断 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各位想想看 这个选举我常讲一句话 不管 这个所谓司法调查出来 结果怎么样 他已经影响到选举了 就算柯文哲最后有罪无罪 他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影响到选举了 所以那个司法的检验 尤其是国家机器动起来 要用司法去检验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会 有不公平的问题 为什么 谁可以动用国家机器 绝对不是在业的 是执政党 还有动用国家机器的可能性 跟那个能力 所以我们常讲 有没有国家机器人 要特别的谨慎 甚至更重要 要特别的接受大家的检验 检验什么 他有没有动用国家机器 有没有动用司法的力量 去影响选举的结果 换句话说 检验司法 除了检验这个人 有没有司法的问题之外 更应该检验的是 国家有没有用司法的机器 来介入选举 这才更应该 我们应该被检验的地方 换句话说 国家应该被检验 执政者应该被检验 尤其那个操控国家机器 可能影响司法机器那个人 更应该接受检验 不过这个纪委员 其实平心而论 昨天张树文在我们节目里头 有讲说 联盛文Working State之后 其实他有提出他的政策 结果大家都把焦点放在 真的演得太假了 没有办法感动人心 那你没办法感动人 他怎么会看你后面的 你要提出来的东西呢 而且我们看到 你看现在马莲 感觉上心结也解了 明天朝运到地宝 感觉上也打不到联盛文 联盛文已经搬出来了 林中文文晶 你现在也提出来了 如果现在这个民调 再没起色的话 会不会像昨天周一寇 在我们节目里头讲 其实国民党的这个 没有出来的20%的选票 根本不会出来了 所以我再强 一再强调嘛 就是说 不只是要把票吹出来 重点是 不出来头 那个因子要拿掉 那还是没有用 还是吹不出来嘛 他现在是两面为然 一方面又要他 要动心忍性正义洗手不能 不能随便来 好像要沉得住气 二方面又要叫他 要所谓的真性情的流漏 或是所谓的 能够做一些感人的动作 我觉得他现在 当然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讨论 他们这两者之间的个性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两天战中事件 那看到这个 但我们希望他 这个香港争和平 民主自由 法治都能够实现 还记得 施明德等人问 黎智英说 你有没有被关的准备 他讲一句话说 我准备死 光是正义的民主 都要做这么一个 不管 但我们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我所谓鼓励是不鼓励用极端的做法 我听说你今天做这些事情 要有心理准备 国民党现在就像 我们 联市民所说的 史达林格勒一样 刚刚我听到 中心中所说 其他地方都不保 连你们台中看起来是 才更加想象出 真的是所谓的 史达林格勒后面 也没有土地 真的是没有土地 那你今天联市民 那个科文者要来争这一块 我跟你讲 他当然是 大概一定是事实抵抗 他本来是国民党的 那你说不管 他现在 好像 搬出地保也好 或是等总统作为 可能有些每个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可是 至少他表现出所谓的 从善如流 好吧 你们之前认为我住这边不好 那我就搬出来 但是 我会公开呼吁 你虽然搬出来 就是第一个 回去跟父母亲一起住 再者也是说 之前你们认为住在这边 恐怕有损形象 那我从善如流 公安呼吁明天 曹英的时候 他应该要去面对 把你好的住宅政策讲出来 我觉得 要面对挑战 不要觉得委屈 钉手中不委屈吗 是 那姚文芝不委屈吗 喜天才不委屈吗 风光年更委屈呢 还没选就要被抓去关 今天 今天就要去关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没有 我没有诅咒他 选不上了 但是你看 他选得上吗 所以我觉得 要学他们这样的 潇洒 对 而且要勇敢一点 虽然这不是市场所必备的条件 但是我觉得至少要给民众看到 我投你这一票是值得的 我其实很在乎 一个国家的民主进展 所以我其实不太在乎 谁选上谁选不上 我觉得刚刚资政长的一件事 我很同意 就是说 你资政长有最大的责任 让民主深化 不能说 我只要赢 我用各种方式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是连胜文 我的格局不是这样 我立即讲说 我不要用这种 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我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打这个选战 我觉得柯文哲事件 MG149 应该让司法来做决定 我要跟柯文哲做君子之争 我觉得这样就是这种格局 我立即说其实 我觉得执政党有最大的责任 不应该让司法被抹黑 因为司法被抹黑 是我们民主的退后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执政党应该 这一点要非常非常慎重 不要杀红了眼 我觉得我宁愿输掉台北市 我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我宁愿输掉台北市 但在赢了下一代 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司法跟法治 问题是 马英九不能输掉台北市 我们现在就要问 我忘了这个 司法跟法治 我们要共同 这个我们的共激行为 像我们就问你 你是国民党员 你说国民党 台中看起来是可能会输 台中也输了 首都台北市也输掉 国民党会怎么 要崩盘吗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 你如果县市场输掉了 而你输得很光荣 你下一场选战 你有可能赢回来 我的意思说 民主政治的选举 其实很简单 就老百姓的投票行为 有时候很奇怪 你知道 假设你今天 比如台 我认为台北市 为什么会有输的局面 原因是因为 因为你中央执政不好 所以老百姓想报复 到这个地方选举的时候 它是一个最好的报复方式 等到面对国家前途的时候 老百姓想的又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的大方向是对的 其实你现在 很多作为别人觉得说 你好像输掉这场选举 可是如果你再输的东西 输得很光荣 我觉得不见得 你下一场战不会赢回来 所以我觉得说 输赢 就是说政党的输赢 我觉得不重要 下一代输赢 我觉得才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如果要那个高度 有那个历史使命感 应该知道说 我即使输了这场选战 我要让台北市民 或者让中华民国人民 知道说我们输了 但是我们会下一代 保住一个很重要的命脉 就是死保 我绝对不介入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 台北市如果输了 国民党党员 你们会不会逼着马英九要下台 那是马英九自己的问题 因为逼也没用 马英九如果不下台 他也不违法 所以我才能讲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不是法律问题 法律他没违法 总统就是党主席 因为国民党的党章 已经修改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逼他 我觉得他不下台 你逼他也没用 但我觉得是有道德高度 看起来台北市是 这个胜败真的很难捕 可是今天有个人出来讲话 王金平 他就评估 他就跑了一圈 他说什么 现在国民党主治战 就跟胡大哥讲了 死守主治战已经启动了 所以他说什么 林胜文应该会是赢的 是这样吗 那如果没有赢的话 刚才讲 国民党会不会崩盘 我再插一句 我刚刚一直强调说 林胜应该找回 蓝军的感动 蓝军当时为什么在台北市 那么明明是 马英九执政部 还是投回好龙兵 这才是应该找回来的东西 感动找得回来 主治战开始了 刚刚这个罗老师跟火王老师讲的 那个民主政治的政党的要求 很可惜他不会是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我所认识的中国国民党选举从来 很少用政大光明的 现在的民意党也是这样子 现在是执政党是国民党 执政党责任大一点 然后 现在会有很多的民调出现 通常 这个节骨眼的民调 我大概都不会太重视它 不管是公开的 或是私下的 俄语式的民调 我大概都不会太重视它 因为 说实在 这个时候民调 你很难判断它的真假 有些搞不好是 选战策略的战术的一部分 王金平讲说 他的评估说 他觉得连胜文在台北市会赢 他认为组织上开始了 对 我尊重王院长的判断 那事实上 我也不觉得说台北市 柯文的就一定会赢 那到目前为止 我的看法是 还有拼 那至于说国民党如果说 输掉台北市了 或输掉台中市了 马英九会怎么样 其实形式上 我不关心 马英九会怎么样 实质上他就跛脚了 如果连台北市都输掉了 你在赖着那个党主席位置 有任何意义吗 我告诉你 他不会跛脚 真的 好吧 那算他有本性 他不会跛脚 算他有本事 OK 那再怎么样 他的任期在今年底选完之后 也不过大概就剩一年半 大家再忍耐一阵子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 因为台北市长选举 其实是这一次 大家全国关注的焦点 我也碰过其他县市长的候选人 他觉得跟我抱怨 今天只有你们台北在选 我们都没选 其实每个县市都在选 可是大家都在关心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的确就现实上来讲 他是比较 因为主要因为大多数媒体都在台北 就近 我比较关心的其实是 这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就整个台北市民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价值 那个价值不是说候选人的价值 而是说台北市民你的价值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讲说选举政见很重要 我不是说政见不重要 可是我更重视的是 这次选举 透过这次的选举给我们什么价值 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你要选一个一切都透明公开的 还是你要选一个 遇到关键的问题的时候 他采取逃避的策略的 这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 那刚刚大家批评说候选人不应该哭 台湾哭而获得高明气的政治人物 最有名的是谁 宋楚瑜啊 当时怎么没有人骂他说你没有担当 他可是一哭成名 哭到差点当选总统 如果不是新票案 总统可能是他 古时候可以哭 不是不是古时候 所以我觉得候选人要不要哭 那什么时间哭 那我觉得选民自己去判断 因为这也是一种价值的判断 就有些人搞不好觉得他哭起来觉得 哇你怎么这么可能 好啦我这票回答给你啦 那有些人哭起来说你 你干嘛哭啊 这种事你也要哭 我绝对不会投给你 就每个人的 每个选民他的价值的判断是不一样 可是当所有的选民 他投票结果开出来之后 谁当选 就证明说 那个候选人他的主张 他的价值 他的核心价值是受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个都市的选民的认同嘛 那个可能会影响将来整个 这个都市的发展的方向嘛 两个候选人目前都提出很多证件 对 其实你如果上网去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 科匹大概有14 15个 梁胜文其实也有一些证件 那请问媒体有报导过吗 没有吧 对不对 因为有报导了 一般人不注意 对啊 那其实我跟你讲 大多数的政见 我必须讲 在台湾这种政治生态下 大多数候选人在选前提的政见 选后几乎都跳票了 真正能兑现的真的不多了 所以长期来就变成一种恶心循环 选民也不中 是选民反正政见 我看看就好了 反正选后你也不一定会做 那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选举文化 当然大家都对不满 我个人对于今年台北市的 这种选举文化选到现在 我其实我也不是很满意啊 怎么感觉上好像都在 搞这些有的没的 真正的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中强调 这两个市党候选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你当市党4年或是8年 台北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最近的一个调查 台北市有8成以上 40岁以下上班族 是无壳瓜尿 住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是台北市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志强今天是签了 潮运的那个要求哦 那个共同声明 胡志强是签的哦 那请问 柯文哲要不要签 连胜文要不要签 那也许你可以不认同潮运的 没关系 那你们对台北市 这些40岁以下 8成的无壳瓜牛 你给他们保证 或是给他们什么样的承诺 说以后你可以在台北市 至少有地方做 问一下纪委呢 你们现在是把台中也有可能输掉 那是周西聪讲的啊 情况相当危急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做的 目前还是情况这样危险的 这个有可能输掉台中 台北市 因为老师第一季活动 他是 س算了 人员 干掉 收集 收集 。 活 板